男人一觉醒来居然发现自己到了平行世界 而平行世界本该是自己妻子的人却变成了前女友 甚至被人一枪解决就此下陷 我穿越无数平行世界只为找到一个最完美的世界 我穿越无数平行宇宙只想回到自己原本家人所在的世界 2024最新科幻剧人生副本又名暗物质正式上线 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看剧 家庭美满的杰森本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大学物理学教授 此时的杰森还不知道今天可能是他见到妻子最后的一面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人盯上 那人甚至详细记录了杰森一家人最近一个月的行动轨迹 而且他还准备了一瓶科职药物 而那个人的脸赫然和杰森一模一样 而这边的杰森对于工作婚一天是一天 甚至学生睡觉也不关自己的事情 可是没人知道 杰森曾经提出的一个关于量子物理的超前 猜想此刻在平行世界已经成功实现 就在回家的路上杰森接到了好友瑞安的电话 他说自己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约杰森来庆祝 因为自己得奖的项目还是杰森提出的 可是聚会的人都散去后瑞安却告诉他 借着近期获得诺奖的时机 他要创立一个关于超前神经网络研究的科技公司 并邀请杰森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 可是地点却在几千公里外的旧金山 可是杰森知道这个距离离自己家太远 顿时坚定地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自己的家庭才是第一位 包括他肯在这个大学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讲师也是因为如此 可是在回家路上的一场暴雨却预示了即将来临的意外 下一刻 可是来人明显不是只要一部手机 紧接着他就挟持杰森上了车 还说如果杰森试图反抗 那么他会直接解决它 无奈的杰森只能听话地照做 可是当车子发动后却发生了一件令杰森极其意外的事 面具人居然知道杰森的手机密码 看着上面杰森的妻子丹尼拉一条条催他回家的信息 面具人逼问杰森和瑞安见面说了什么 杰森只能肇事回答 紧接着面具人一路带着杰森来到一处废弃仓库 可是一下车 面具人竟然直接抢走了杰森的婚件 然后他命令杰森马上脱下了自己全身的衣服 可就在杰森照做后 面具人竟然还用枪指着他到地下室 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遇到危险 杰森当即反抗 可是杰森却不是面具人的对手 不说几下他就被面具人制服 而后面具人竟直接给了躺在地上的他一针 紧接着面具人再次撵着杰森来到地下室 而后他用枪指着杰森打开一个包 那里面赫然是另一套衣服 换好衣服的杰森晕晕乎乎的再也扛不住 可就在此时面具人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小盒子 杰森无力的问那是什么 紧接着杰森再也支撑不住地倒下 可是面具人却忽然靠近杰森奇异地问他 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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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纪了问他 我任何又要求你 你去哪里 你想冒译你 你来吧 我给你 我都会 我都会 你 就在面具人说完这句话后 下一刻杰森再也支撑不住地晕倒过去 迷迷糊糊中杰森似乎看到 庶民戴着防护罩的人 对着自己做了一系列检查 不知多久后杰森被丢入一个大水箱冲洗身体 当杰森迷糊糊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苏醒过来 顿时感觉到身上的疼痛 似乎这是在提醒他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可是当他一开门却发现 门居然被锁上了 他马上四处找寻却没发现任何出口 就在此时一道敲门声响起 杰森一看这居然是一个陌生女人走了进来 可令杰森意想不到的是 女人竟然直接对着他抱了过来 而女人却也疑惑杰森居然不认识自己 然后他自我介绍自己是阿曼达 可是杰森却丝毫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阿曼达却还是说没关系 接着他欣喜地说杰森已经通过了辐射暴露和生物危害 以及传染病的测试 而明天杰森的完整血液检测结果也会被送过来 那时候杰森就无需再接受隔离 可是杰森却一脸懵 发生了什么自己又在哪里 可是紧接着女人就将他带到了一处会议室 而杰森却忽然发现 面前的人居然还是多年未见的老熟人莱顿 他顿时惊异不定 小白鼠一样的杰森很快有了答案 阿曼达说自己是实验室的精神病学家 而为了庆祝这个时刻 他特意请来了莱顿 莱顿正是他们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 而杰森则是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兼联合创始人 没想到莱顿马上按下一个开关 只见数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正在热情欢迎杰森归来 而紧接着他们就告诉懵圈的杰森 杰森是唯一回来的人 可能杰森还不知道自己离开了多久了 杰森哪里知道自己离开多久 可是紧接着莱顿就说不如等杰森休息好再说这些 那时候他们很想知道杰森都去了哪里 见到了什么又是怎么回来的 可是一晚上遇到许多离奇事件的杰森却激动起来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此情况阿曼达和莱顿也只能停止询问 或许他们该让杰森去休息一下 可是下一刻 杰森竟然一把推开莱顿立刻想要逃离这里 可当他摆脱众人来到门口却发现出门需要门禁 他把手伸上去却发现没权限 却不料下一刻 紧接着说话的安保走了过来 却不料杰森刚刚走出门口意外再次发生 紧接着杰森连忙逃离这里 而莱顿等人也是紧追不舍 跑在出门后杰森很快遇到一辆出租车 可当他被出租车司机送到自己的家 却发现自己的家里有些不对劲 紧接着一道声音响起 却不料那声自己的名字竟是阿曼达喊的 杰森忽然慌了 自己居然和阿曼达住一起 那么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呢 想到这里杰森一瞬间更慌了 他马上紧张地喊着妻子的名字在房间里到处寻找 却发现原本应该是儿子的房间 却变成了一座座量子物理奖杯的收藏室 而本该是好友瑞安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也变成了自己 那一个个获奖方向赫然是一个个量子物理的重大突破 突破绝缘体负能量真空以及粒子碰撞 这些奖项的得主都是杰森 甚至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发现都把他作为封念 本该是一个讲师的他 却变成了一个享誉全球的顶级科学家 接受不了一切的他慌乱的拨通记忆中妻子丹妮的电话 可是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他顿时气愤地挂断电话 阿曼达试图上来安慰 可是杰森却一把推开他还愤怒地说自己从没有见过他 就在此时杰森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声音 下一刻他慌张地发现窗户下忽然来了一辆车 杰森意识到危险于是立刻就要逃离 而另一边的另一个杰森也已经放下面具来到了杰森家里 可是丹妮却很生气为什么打电话没有回电话 而杰森却倒着欠来到了丹妮的身边 很快妻子丹妮的生气就被杰森的温柔打败 而他也据事告诉了丹妮刚才瑞安说的事情 瑞安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工作 不过他要征询丹妮的意见 尚客人这个工作人员在庄厅里 而你的内部是这里 你记得什么我说的很多年来 当我们计划这么做 你说 而在尾尾的你的生活 你还要有记忆我 的的冷冻 我能够过这位 仍然 紧接着两人就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剧情 这一段不好看我替大家看了就好 而另一边的杰森却已经慌张地来到刚才的乡村酒吧 他问酒保马特认不认识自己 可是马特却说自己从没见过他 杰森试图说刚才他喝的就是这瓶酒 可是马特却说这周他一杯都没卖出去过 无奈的杰森只能无奈地离开酒吧 可是下一刻他就来到了医院 可是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 却只给他开了一瓶助眠的药物 而杰森却在这时再次想起了自己妻子 而另一边抱着妻子的杰森却已经醒来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绿呢 丹妮却看着起床的杰森偷偷微笑 因为他感觉丈夫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强壮 紧接着杰森来到儿子面前久久凝视 而另一边且成为碧宇舟 碧宇舟杰森却在此刻拿到了检测报告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经过毒理实验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种没见过的神经活性物质 而杰森拜托医院联系的家属丹妮了 他们经过查询并没有发现这个人 却说根据公开资料 杰森自从获得诺贝尔奖后就消失了一年之久 接着护士递过平板让杰森确认 可是杰森却接着就在平板上 打出了妻子嫁给自己后的名字丹妮拉拉得实 可是却一无所获 于是他再次输入妻子未曾嫁人的 另一个名字丹妮拉瓦格斯 却终于发现妻子的信息 而他居然即将要举行画展 于是他立刻记下地点 杰森蒙圈地走入 自己可从没听说自己妻子要开画展 而且他从嫁给自己就放弃了这个事业 杰森疑惑不已 可当他走到里面却发现 这些画师那么的熟悉 因为好多章就是自己 紧接着他一转头见到了丹妮 而丹妮此刻也发现了他